大家好 我是明板 我们这节开始一个 第2次节 破解有反爬虫的网站 这个我们说的反爬虫 主要就是 某些网站 我们用webscript 选选的话 选都选不中 就说像 之之后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我们点击这个标题 它就选中了 之后会出现一串代码 再点击第2个 它也会出现一串代码 然后我们点击down selecting 点击element preview 他就会将 这些标题选中 但是有些网站 他有 这种反爬虫的机制 我们点击select以后 我们选中的一个标题 他选都选不中 就他不会变红 这种情况下 这一节我们主要就是 讲这种反爬虫的网站 就说如果不学这一节的话 我们就可以只可以抓起 百分之九十的 网页端的 PC端的网页 学了这一节 你就可以将那百分 剩下的 我只可以说将 百分之四给 拿下吧 学了这一刻 我们可以抓起 百分之九十九的网页 之前第1期 就是 还没有这一节 因为我也是 在 大家就是第1期以后才发现 有这么多的 这些选不中的网站 所以说才 研发出来这节课 但这节课 也不难 不难我们来看 但 这节这个 就是说 我们主要 有些网页我们用 vios会选不中 选不中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 自己来分析 我教给大家方法 好我们先来看一个 浓选中的类子 大家看 知乎 我们就拿知乎来看 同样就是张家伟的这个页面 我们 就来看这个标题 我们看 我们选中 第1个标题 选中第2个标题 然后 当select animate preview animate preview 我们是看到 这个标题都被选中的 最后它 出现的代码是这个 我已经把它 复制出来了 Labscript 这一串 它 提出出来的代码是这一串 那么如果要我自己写的话 我怎么写呢 好我现在给大家教方法怎么自己写 看 我们 自己分析了吧 把鼠标放到 就是标题这块 然后点击右键 还是同样的 检查或者审查元素 我们点击 大家看 这个时候 它会 将下面的工具栏打开 但是它会跳到第1个 Elements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 在这一块分析 大家看 它点开以后 它会 自动将 数 将下面有一行给高亮 大家我们将 鼠标 放在高亮的这一行 就会发现 上面的 屏幕就是 上面的这个网页上 嗯 我们刚才 鼠标放在这点击右键 这块就会变 也算是 高亮吧 就算是被选中了 这个时候我们 要选中这个的话 我大家教个方法就是 你单独 嗯 大家看我将这个 我不要 我不要我将 鼠标 选拂在蓝色这一行的时候 它是选中的 我就要 鼠标往上 放一格 大家看 它还是选中的 只不过 变成 一 一种行了 大家看 大家注意看 我鼠标放在下面 蓝色这一行 它是选中的标题 我鼠标 往上放一下 大家看 它选中的是那 一种行 一个整个句型 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 往这块 填代码的话 往这块填代码的话 填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填 大家注意这块 我鼠标放在这块 它上面会悬浮一串代码 我给大家截个屏 我给大家截个屏 大家看到没 这一串 这一块 H1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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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放 这一串代码就可以了 hi.comment contentitemtitle contentitemtitle 我们试一下 将这串代码放到这块 Ctrl-V 保存 不用保存 我们直接点击item的preview 看一下 大家看它是全部被选中的 好的 我们再来回到这 回到 不是回到这 我们还是回到 elements 这块 大家看 如果我们网页上选的是 同一类型的 事物 所以说 我把 大家看 这块它是可以 点击这个箭头 它是可以伸缩的 往下边是已经伸开了 往直向右边是还没伸缩 我们点一下这块 它就会将这块伸展开 我将hi 这两个hi中间这一块的代码 复制到ppt里面了 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hi h class 等于这 大家看 后面这当然还有一串 我们先不管它 还有 还有中 然后中间就是一个 a 这个的 a表示一个链接 大家不用管它 hi 就是 大家不用管 反正就知道是两个hi中间 这一串代码 它是 它是负责的是这个句型 我们写的话就是hi点 后面这个class class表示类 class表示类 类别 大家看 classclass class表示 有种类的意思 就是我们在爬虫要抓取的 这个 这个表情 它表示同一种类型 所以说我们也爬 RubbleSquiff它抓取的 它选中的这些代码 肯定后面会有一个表示类型的 就是class等于什么 肯定会有和这个相关 所以说我们放标题的话 我们这块写的代码就是 前面这一个 然后点 后面这个 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 就是找到 离你这个标题 点击右键 inspect 然后打开 它会将 这个 下面的给固定到 下面蓝色这一行 是我们 就是标题这一栏 我们找到它最 上面 离它最近的这个框架 这个 复类型 hi 它里面 hi 下面有一个class等于 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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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hi 点这个就可以了 hi 点这个 把这个放到 webscript的这块 webscript的这里 当然我们这块 如果用text的话 放到这块 它就element preview 就会选中元素 ok 就是这个例子 当然你如果将 就是 鼠标放在这块 它这块也会显示 再看 鼠标你如果 放在 当然你如果放在 蓝色这一行 它只显示一个 这个a 一个a肯定不行了 a 它没有类型 a表示就是链接 它没有类型 肯定又抓不到 同类的事物 只有包含 我们往上移到 它的 把它包裹起来 这个hi这块 它就有一个 hi点 content getle 这个时候 它有一个类 说明这个可以 可能是 我们就将这个 复制到 那个 webscript的 那个 这里这块 我们回去 我们回去再看一下 怎么复制它呢 如果我们用手打的话 有点辛苦 我们就把鼠标点到这一行 点击右键 editor as html 大家看它会将这一行给它放到一个文本框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们用手标把这个把这个给选起来 然后右键 复制 复制出来以后我们 hi好记 我们就到这块 hi 点 ctrl v 然后粘贴 就可以了 然后按这个 preview ok 这个例子就完了 我们 大家看 这是 这还是和上 讲的是这个例子 给它 接了一个图 就是 这块 我们鼠标 悬浮在这块的话 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 我们再看一个 还是知乎这些例子 我们如何选中 就是 这一个大句型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 我这个给取消掉 之前我们不是说 如果想要选中 这个大句型的话 怎么选 好 我现在 我不用web school选 我先自己试一下 我就在这块点 在这中间点一下 inspect 看它同样是会 将 这块打开 element打开 大家看 但是如果你 现在它只是 因为你在这块点的右键 所以说它这块只会 你如果鼠标放在这块的话 它就只会将 你选的这一行给高亮 就是我们移动鼠标 往上移 没有 再往上移 还不够 再往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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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这已经够了 就是我们 再往上移 把这块给 缩小 让它给回来 大家看 点击这块 它会 它会有一个 缩放的功能 我们点击让它 缩回来 再往上移 一个 好 它还是选过的 再往上 过了 大家看 再往上 它是 这块还是选中的 但是再往上的话 已经超出了范围 所以我们就确定 是这一个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也给关闭 这我们看 这个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下面这个就是这个方格 我们再往下 第三个就是下一个方格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 每一个这个 这个class list item就是一个方格 我们把数个选后在上面 大家看 这是代入点 list item 大家看好这块 代入点 list item 当然在下面 你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class等于 list-item 我们就直接把这块 edit as item 然后我们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复制 这这一个就行了 list-item 拷贝 好 我们随便进入一个这块 我们就把它用text吧 算 用成element 这块选 选什么类型 无所谓 我们现在只是在 考虑 考虑一下 怎么能把它选中 dev.list-com 但这块 有时候是hr 有时候是dev 你要根据它前面的 这个 这块前面是dev 你就选dev点 如果前面是不同 其他的 你就写其他 这块就dev.list-item 好 我们这会儿 element preview看一下 对的 它是全部选中了 和之前的那个 基本上 方法都是一样的 不对 这个讲的应该是这个例子 这个 诶 这个 看一下 对 是这个例子 当然dev.item的话 我们在element preview 这块看 看它第一个 它选的是 这个 我们把这个先给取消掉 我们继续回到element 来看 我们 这块大块的话 它是 有一个 这个大框 大家看 这边有一个 蓝色的边框 再有一个 绿色的边框 还有一个蓝色 我们就可以 取消 我们往里下 再试一下 大家看 这块往里边的时候 它还有一个类 它可以选中的是 我们这个小框 往上移一格 它就是大框 往下移一格 它就是小框 小框的话 我们其实选中小框 也可以选中每个句型 大家看小框的话 我们怎么选 它是代物点 class content item article item 我们试一下 我们点击这块 我们选中 把它选来 然后 add it 叫做 我们把这 class 它有两个class 我们都拷贝下来 拷贝 好 我们就 大家记得 我们放在这块 它 这块 可以显示一个 div.content item.article item 其实就是这两个 div 加一个点 连上这个 加一个点 连上后面这个 我们跳到webscript 把这块给粘贴 代物点 这个 我们再 这块也加一个点 然后element preview 看一下 大家看 这还是被选中了 但之前那个是 还多了 上面这个 滤边框 这次的话是 少了这个滤边框 但同样的 它将我们需要的信息 都报复起来了 当然 我们也可以试着 将后面这个 为取消 看行不行 我们element preview 再看一下 同样的 它也是选中了 这就说明 我们这块的话 我们可以试着 它虽然 这块有时候 是会有两个类 当然这个 seed map 这个后面 这个就 我们不用管 这是 webscript 加的 我们就 如果在 用element 用webscript 把这个取消掉 大家看 这时候 那块就没了 这就没那个class了 我们就 如果它 我们鼠标 到悬负的上面 它会出现一个 div.contentitem.articleitem 和下面一样 我们就可以试着第一次先把这个放上去 放到这块 看它行不行 它明明是行的 我们就可以试着将后面这一个类给删掉 再看它前面这个行不行 但光有前面这个行不行 行的话 我们就可以只用一个 因为看起来比较简单 不行的话 我们就全部放上 OK 就是这个例子 大家看 自己写的话 可以写多个 但webscript 选的话 它只选中一个 当然它选的是比较大的那个框 当然这块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试试试试试试试